酒駕肇事悲劇不斷 立法院各黨團也將酒駕修法 列為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22號立委黃國昌 舉行酒駕防治修法的公廳會 他拿出近年的酒駕肇事案件數來看 台灣雖然有逐年下降 但遠落後於日本 每年每10萬人482件 到現在2017年439件 日本每10萬人 20幾件 這個比例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對於酒駕防治的配套措施 食物界代表認為 汽機車的酒駕量型 應該有不同標準 尤其駕駛汽車者 應該要扎重處罰 大量的人是用同等的行動 而機車其實繳不出錢來 無法一顆罰金的人 其實大部分進去監獄的 比例更高的是騎機車的 汽車的人就混在裡面 很多就變成了 一起一顆罰金掉了 那可是大家也知道 殺人的工具是汽車 明顯高於機車 公民團體進一步建議 基於行政機關對外宣傳 酒駕零容忍 對內的公務員或政務官 也要有相同態度 絕對不可以提名有酒駕涉及公共危險罪的候選人 另外這個執政當局也必須面對現在他的團隊 就有酒駕前科者 立委黃國昌認為 過去幾年對公務人員酒駕處分相對輕微 要求全序部和人事行政總處 對於酒駕的公務人員懲處原則做檢討 努力讓台灣社會不要再有家庭 因酒駕而破碎 原始新聞喜故許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